最近缺氮问题 持续延烧 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了 在新竹知名的咸州业者宣布 因为店内有太多料理都需要用到蛋 现在没有蛋可以用 只有下周一开始 停业十天 那么老板也说他决定要好好出锅考察 学习下在没有蛋可以使用之下 也可以做出美味食物 滑溜溜的蛋黄饱满多汁 再配上超香卤肉非常诱人 大口要下香味直冲味蕾 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新竹之间知名咸州在湖口火石站附近 开业十多年 人气强强棍 用餐时间更是经常一味难求 特别是店内招牌波霸卤肉饭 两颗大大的半熟荷包蛋 盖在满满的卤肉饭上 吸引不少老饕钱来朝圣 不过现在如果想要再享受这样的好料 可得多等几天 店家在脸书上宣布 将在3月6号起停业十天 因为实在太缺蛋了 原来店里的餐点9成以上 都可以选择再加一颗蛋 不过现在有钱却不一定有蛋吃 他们只好忍痛停业 顺便出国考察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老板说他要出国学习 看看别人如何在没有蛋的情况下 做出美味食物 只是不使用蛋做料理 终究也只是权宜之计 并非解决之道 这淡淡的哀伤 不知道到底何时才能结束 记者赵宏宣言日中新竹报道